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除了服饰类的单品之外呢 我还买了一些运动服 打算开始在家里面有规律的健身 好 第一个呢 是我在Essence买的一个小的鞋胯包 然后品牌是Jack Muse 他们家其实去年就出过这种mini版 然后当时也是非常火 刚好这次Essence打折 而且我感觉夏天了嘛 就不太喜欢背那种特别大的包 所以我这次就选了一个白色的 这样就比较百搭一些 像类似于首饰盒一样的这种包型呢 在今年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款式 他们家的这一款包包呢 其实有两个size 一个是我手上的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就真的是太小了 考虑到实用性的话 我还是选择了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纯白色 不是米白色或者是乳白色那种 因为款式呢就是这种小盒子形状的 所以皮质会稍微的硬一些 包包的前面呢就是品牌的名字 像另一款比较小的 我记得它是没有品牌的全称的 好像只有一个J 开盒是通过它前面的这个按扣 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呢 感觉它会有一些紧 它的容量真的非常小 然后直径呢 差不多跟我的手掌一样宽 包包的里面呢有一层衬理 然后是用帆布做的 虽然在买它的时候 就预想到它的容量比较小 不太实用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它的肩带呢 是固定长度的 是不可以调节的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失望的吧 因为这个包包打完折之后呢 也差不多是300刀 像这样的价位的话 我觉得至少应该再加一个 就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设计 我刚刚去试背了一下 那它的长度呢 如果是斜胯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你的胯部 稍微往下一点点的位置 第二个是一个比较小的包裹 我感觉可能是我买的一个T恤 今年哪个是它出了很多那种绿色的单品 都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这次呢 在Essence买了一件这种柠檬绿色的T恤 它的颜色没有镜头里面看起来那么荧光 是一个非常好看 很夏天的一个柠檬绿色 它的材质是全棉的 手感还是比较舒服的 然后我感觉会比较偏薄一些 那它穿在身上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我感觉还好 虽然说它的面料比较薄一些 但是不会特别透 我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买的这一件是S码的 它的宽度呢 刚好是在我肩线的位置 这一件T恤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 那之后呢 我会做一些穿搭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然后第三个包裹呢 还是Essence的 应该是单品最多的一个包裹了 我当时在逛Essence的时候呢 其实看中了很多服饰类的单品 还有包包 价位会稍微的偏高一些 但是因为最近也不怎么出门 所以就没有买 最后还是挑了一些 比如说健身服啊 或者是居家可以穿的一些单品 前一段时间我看很多人都在跳那个帕梅拉的健身操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 我也是在家跟着它的那个一周计划在锻炼 好第一件呢 是我买的一个Sports Bra 这个码数好像是XXS的 它的面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很轻肤 然后也很柔软 但是我感觉它的下围可能会做的比较紧一些 前面呢 肯定是做的比较厚的 然后后面呢是这种带孔的网状的会比较透气一些 它的肩带是带松紧的 然后背面呢可以这样子活动 好第二件呢是一条黑色的lagging 这也是我的第一条lagging 因为我之前不管自己在家里面健身 还是去健身房跑步呢 都比较喜欢穿那种运动长裤 或者是那种九分的紧身裤 这条裤子的款式感觉就是他们家最基础的黑白配色 然后在裤子的侧面呢 有这种白色的竖条纹 这一条裤子的面料 我感觉舒适度也还可以 但是跟刚才的那件胸衣比的话 没有那么的柔软和轻肤 它的码数这一件的话呢 我买的是extra small 同样我也会把它上身的效果和穿着的感受 放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第三件是一个T恤 这个我买的好像也是extra small 我感觉它的码数还是挺大的 而且它的材质我感觉摸着也非常的舒服和柔软 除了在家里面健身运动的时候穿 我觉得这一件也可以当一个居家服务 我知道大家买的比较多的是他们家的另外一个款式 比较基础一些黑白配色 然后中间呢是一个石心的三叶草 然后这个款式呢是我第一次见 虽然它的设计也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觉得比另外一个呢要好看一些 除了中间的这个三叶草的图案之外 在袖子这里呢有他们家比较经典的这个三条杠的设计 其实阿迪家的运动T恤我感觉还挺实用的 像居家然后春秋季呢还可以跟那种风衣啊 或者是西装外套做搭配 接下来呢是我在essence买的最后一个单品 但是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买的是什么了 好像是我买的APC家的一个小的帆布包 我当时买这个包是觉得它好像可以出去买菜的时候背 它的帆布的材质我感觉还挺结实的 而且非常的密实 比我想象中呢要有质感一些 中间是品牌的名字 只不过这个A呢是倒过来的 质地我感觉跟亚麻布很像 包身是一个燕麦色 然后表面呢会有一些零星的棕色的点缀 这个包包我记得它有大小两个款式 然后像我买的这一个呢应该是他们家比较大的那一个 它的包身如果是撑起来的话呢是一个长方体 侧面会有一些宽度 里面一侧还有一个额外的小袋子 这个小袋子其实还挺大的 就可以放那种钱袋或者是现金 除了当一个购物袋之外 我觉得它日常做搭配应该也不错 风格就是会比较小清新 然后很休闲的感觉 第一个应该是我买的一件Gani的T恤 我当时在逛网站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它中间的这个字母图案 还有它的配色 它的面料和材质也是全棉的 而且会比一般的T恤呢要厚实一些 质量也会更好 它的款式呢会有一些oversize的感觉 这一件我记得我买的也是extra small 在肩线这里呢会比我的肩膀要宽一点点 我当时买这一件的时候记得它的价格好像是70多刀 算是性价比比较好的一个单品 像这一件因为它的材质会比一般的T恤要厚实一些 所以在穿的时候我比较习惯把它的袖子这样挽起来 这样穿的话我感觉会更加的帅气一点 下面一个单品是Nanushka的一条皮裙 这条裙子其实我想买它很久了 但是因为它原来的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一直在等大醋的时候来买 它们家皮革类的单品一直都很受欢迎 像这条裙子我刚才把它从袋子里面取出来的时候真的惊呆了 虽然材质不是真皮的 但是它的手感真的超级好 这条裙子它的自重非常轻 而且表面摸起来也是很光滑 说实话我真的从来都没有买过摸起来这么柔软舒服的皮质类的单品 其实我之前在做穿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缺一件白色的下装的单品 不管是黑色的牛仔裤还是蓝色的短裤 我感觉我自己已经用了很多次了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条裙子的时候就非常想买 但是我的确没有想到它的材质会这么舒服 它的款式是一条包裙 但是我感觉它可能会比一般的包裙呢会稍微的宽松一点 在前面中线的位置有一个小的开叉设计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在腰部的这个正前方呢 有一个打结的细节 然后从打结的地方延伸出来 一直到后面有一圈类似于腰带的设计 这样会让这条裙子看起来呢会更加有特色一点 另外它在里面有一层这种纱质的内衬 马术的话我记得好像也是extra small 按照惯例呢还是给大家提供一些穿搭的思路 因为它前面有这样的一个打结的设计 所以我感觉这条裙子它可能看起来没有那么正式 所以搭配一些休闲款式的T恤 我感觉看起来也会很不错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包裹 这个应该是我在烧包买的那些服饰味的单品 我这次在烧包逛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价格很美好 而且款式设计都还很不错的一个品牌 他们家单品的价格都比较偏低 而且款式看起来都挺不错的 但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买他们家的衣服 所以质量的话就一起来跟大家测试一下 第一件是一个碎花的上衣 今天就真的很流行各种碎花类的单品 像我昨天在逛ZARA的时候呢 就发现他们家有很多碎花的长裙都非常好看 我之后呢也想单独做一些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件上衣它的款式呢会比较偏优雅和淑女一些 在脖子然后下摆的位置呢有一圈荷叶边的设计 它的材质我刚才看了一下是迪伦的 面料的手感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会有一些粗糙感和摩擦感 就是摸起来沙沙的感觉 那它上身之后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跟我想象中呢会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它在肩膀这里呢会有一些显状 它在袖子这里呢也是有一点像那种泡泡袖的设计 好接下来是一条长裤 这条裤子它的面料摸起来就舒服多了 它的款式和设计也非常的有意思 在裤腿前面中间的位置呢是做了一个开叉的设计 这样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膝盖的位置 而且在走路的时候呢也可以露出膝盖以上一部分 在效果上我觉得会有拉长腿型的作用 另外这条裤子它是这种竖条纹的 所以在视觉上也会比较显腿长 它的面料也比较薄 感觉在走路的时候呢看起来会比较飘逸 它在腰部是带松紧的 但是它自己呢还有一个这种同面料的腰带 这样松紧度的话就可以自己来调节 这条裤子我还是挺喜欢的 而且因为它的裤管做的比较宽松 所以在家里面呢你可以当一个家居服来穿 最后一件呢是一条橄榄绿色的短裤 这条短裤它的颜色其实非常好看 但是因为这个相机会有一些赤色 看起来的颜色比较浅 我记得它的价格在打完折之后好像是五六十刀的样子 价格不高而且我感觉它的质量非常好 面料的质地是全棉的 然后它摸起来呢就很像是那种牛仔布一样的材质 裤子的表面有做这种膜白的处理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些复古 仔细看的话呢它还会有一些麦穗形状的亚纹 除了它的染色比较复古会有一些特色之外 它的裤型呢其实就很常规 比较基础款的一个短裤 我买的这一条是二五的马 感觉穿在身上还挺合身的 要说它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它在屁股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他们家的这个蓝色的logo 然后在口袋的下方呢有一段额外的凸出来的袋子 这条裤子我还蛮喜欢的 主要是它橄榄绿的这个颜色加磨损的效果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刚才试穿了一下 它的舒适度也很好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为了更好的结束这支视频 我刚才去把那一件碎花上衣换了下来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喜欢今天的视频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哦 下一个视频呢就是ZARA的一个购物分享和开箱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